對 還有這邊就是 我當時是沒追星 但是以前我都跟曾子丹 任達混合 對 就是原雕啊 他們一起拍 對 我的第二部戲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我是 很幸運就不用追星 我都跟很多巨星一起拍 近距離 可是在商場演藝圈 是不是競爭滿大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拍 你看這邊什麼李嘉欣 對 都有... 有四大咖 對 迪龍耶 迪龍還有任達華還有元彪 我跟元彪 元彪最多了 元彪最多 對 所以剛剛趙哥說 跟大陸的那個 我也借了很多刺繡 然後有時候他真的晚上 有些人很熱情 有些男生也是說 你待會兒要去哪兒 去哪裡 所以我後來都是習慣帶著 女的助理 跟我住一間 然後這樣出入 女助理可以擋比較好 對 那趙哥是沒有助理 沒有 後來我就 就不要讓他躺 沒有 後來我也就乾脆 帶女助理會比較方便 你把... 你帶女助理的用意 好像跟他不太一樣 我帶女助理 帶女助理擋女粉絲比較好 你帶男生的話 怕如果自己上碰觸 被人家誤會也尷尬 那希傑的不好 也是電視圈的大前輩 那大前輩有在追星嗎 有... 余凱爾大師耶 真的耶 對啊 玫瑰之夜 那做人嘛 什麼做人耶 黃金白檔 師弟師弟 他爸爸 我剛剛對你講話 不是很推薦吧 對 這樣還不錯啦 這樣還不錯 這樣的話 所以有時候我在 瞎了我的抖眼 瞎了我的抖眼 好了 可以 希傑想要講話了 我還要講話 沒有 他最近就是 其實他都蠻常跟我分享說 就是他還是很喜歡聽以前的歌 因為他覺得以前的歌的歌詞 就是比較經典 妳爸現在幾歲 我爸現在七十... 他屬龍 七十... 屬龍 七幾歲啦 快八十龍 快八十了 對啊 然後那個 就是反正他就是會強調說 他覺得以前的歌就是比較 能夠被傳唱 然後比較有意義 所以他像前陣子 他就是去追了 五百 五百 高雄廠嗎 沒有 上海跟北京 對 然後他還拍照給我 我看 我想說 你好厲害 感覺你爸應該是要追 貝毅清 蔡琴這種 他也會去那種名歌演唱會 他習慣 對 因為可能跟他當年 對... 可能都是他工作的夥伴什麼 潘岳雲啊 這些 對... 然後我自己的話 就是追那個 那現在他就沒得追啦 現在也沒會 可是你知道 我覺得我沒有後悔的 就是我追到他 隱退的演唱會的台北場 真的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到處拜託票 最後我還是去找我爸幫忙 就拜託 都需要兩張票 這個需要問 對... 這可以問 只有你爸沒有撈鬼 沒有... 他真的兩張票 然後我們還做前排 我跟我同學 對... 可是他就是規定不能拍照 所以就是擅長之後 我跟我同學就留在現場 拍照照 然後那個演唱會的扇子 我有留下來 這個也是經典啊 這個一定要 驗架子 對 而且是整場哭著聽 安氏奈美味之外 那所有人就好像 美少女戰士是不是也很流行 有... 我就是從小 就是每天放學回家 五點半 一定要準時收看 一定要... 一定要... 讓欣欣懲罰你 然後前面運動... 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 然後就讓 美少女戰士對... 然後我就有一整套的那個 美少女戰士的漫畫 黑白跟彩色都有 真的是整套耶 對 而且你們知道嗎 就是它彩色的劇情 跟黑白版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電視上播的以前 我們電視上看的卡通 它是... 就是彩色版的是卡通版本 可是它其實 黑白的才是它真正的就是 那差別在哪 沒有 差別 故事不太一樣 比較暗黑嗎 故事架構不太一樣 然後畫風也不同 然後我連他們的周邊都有 周邊... 就是他們會有出那個 限量的周邊的商品 這個是... 為什麼畫眼鏡紅的 耳機 沒有 這個是它的變身胸針 對... 這個變身胸針 對 然後它是那個耳機的那個 那好看 對 比較好看 對 然後還有那個手機鏈 就是那個手機殼的品牌 出的限量的 這個我也有啊 真的 我都不... 我都不捨不得用耶 妳也有少女心啊 對啊 妳都還沒用喔 都捨不得用 對 很好看 然後他們之前跟那個彩妝品牌 有出聯名的彩妝 有嗎 他們超愛聯名的 對 對 就一起 那這個百大經典 SAVA這個是 我們要去投票嗎 還是什麼 對 就是再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SAVA的百大經典品牌 大廠 其實我們就是要傳達一個 永續經典的一個精神 就是像我們生活當中 剛剛大家講到的 不管是吃得用的 或是歌什麼的 其實都是一個永續 因為它一直被流傳嘛 它就是一個永續的精神 對 那我們SAVA辦的 這個票選活動 其實網頁上面 也幫大家整理出來了 滿多的經典的品牌 對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來投票 再從這些經典品牌裡面去投 就是 對 然後選出 你認為你心中的經典 就什麼面向都有 還有兩名還沒公佈 永遠麻煩一下 好的 最後排完晚上的兩名 我們看一下第三名 就是用 傳統的水晶肥皂洗衣服 成分單純又便宜 這網路額量有 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八 有網友就分享就是說 他覺得就是媽媽都很喜歡 用一些老牌子的東西來 就是譬如說家電 就是要用大銅電鍋 而且用到多誇張 有些都他用了三十年 不管怎麼跟他講 他都不願意壞 因為他說那些東西 新的都無法取代 沒有這麼好用的 好 那最後排完榜上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麼呢 經典款的球鞋 連年輕人都愛 復古款式 袖算是現在穿 也都很好看 只有八萬七千 五百一十五的網路聲量 好啦 有網友就分享 就自己男友很喜歡穿 牛仔褲加白T 那男友雖然長得不是說太帥 不過身材確實還不錯 所以就常常說 穿起來就非常的有型 那有一次的男友就很姿勢 就對著鏡子說 寶貝 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長得很像劉德華 那他呢就是 好啦 遮住臉其實還滿像的 好 那無論多少發明 都無法取代的老東西們 是不是歷久不衰的代表呢 不是嘛 你看你們男生很常逼 我們講一些沒禮貌的話 對 如果說像劉德華 就是逼人家講髮話 沒錯 不要問這種問題 對啊 但有些經典穿搭 確實是非常的經典 那這些你們看得懂嗎 我跟你講 有些看得懂 有些看不懂 我今天有帶來一些 這一件是我阿嬤 年輕的時候的外套 這個經典都很穩 不行耶 我跟你講 因為它花色很潮 可是它本來有個超大電尖 這還有沾一點醬油耶 還是白錢醬 請忽略醬油 我可以套給大家看一下 你把電尖拆掉 因為它的電尖太大了 經典就是電尖啊 我不喜歡電尖 不行 電尖才會有那種復古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喜歡落尖耶 真的不好看 我現在把以前那個電尖的 對啊 它有電尖 對 因為像 譬如說像我阿嬤這一件 它就有 它這件有電尖 我就看不懂 它這個裡面就是有一個電尖 我就不行 那這個可以把它拆掉啊 對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西裝 在復古也會有電尖 對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這也是我阿嬤 那個時候 這個真的很阿嬤 這個就是他年輕的時候 但他那個時候覺得很漂亮 就是還有一些秀一些金線 這很高貴啦 其實那個時候穿很高貴 但是現在穿就是 派對的時候感覺 這個穿新布啦 不會啦 其實這個我覺得你 配個那個腰帶 然後妝髮 應該還有 真的嗎 像這個我就覺得很讚 而且它還有口袋 這件 真的 這件真的看不出來這樣罵 這個衣服現在的還有啊 對 感覺好像男女都可以穿 對 這個滿中性的 有幾次 又要包色了 包色 包色 媽媽衣服都包色 對 那天去日本買了一個古著 也是老的那種 這種顏色的Polo的外套 我就覺得好有味道啊 是真的人家穿過的 是真的人家穿過的 對 但現在很流行 對 但是像譬如說 有一些流行可能是不是 就是舊世代的人 比較看不太懂 像譬如說 我們三十年前 就流行那種 那種比較寬大的那種 Oversight 對 我們Oversight 我們那時候 就有褲子寬大的 對 寬大的 然後那個腰一定要綁到這裡 高腰 就這樣高腰 對 現在又流行 我們三十幾年前也流行 現在又流行高腰 但我想問就是 因為像我身上這件 就是我阿嬤 或是我親戚 他們看不懂的褲子 我以為又是你阿嬤 給你留下阿嬤 那阿嬤 是阿嬤 不是 因為這件就是可能現在 像我們韓團 等一下 它可以變短褲嗎 它可以 對啊 拉掉就變短褲 對 拉掉就變短褲 對 可是因為 我就不敢穿去 比較有親戚的局 就直接很好看 很好看 可是親戚看不懂 他們就會說 你這到底是底褲還是等褲 所以他們就會說 這到底是短褲還藏過 他們看不懂 你又說你不滿了 對啊 我就說我現在黑色都這樣穿 那你像他這個也是 你阿嬤他們看到 一定會覺得說 把他補起來 對啊 對 過年都不能穿這個 真的 你這樣搞得好像 你好像沒錢買褲子 對 長輩都會這樣講 過年更要穿 他就會包更多紅包給你 沒錢 但照顧這件皮衣是很值得買 因為他就是不會退流行 對啊 他這種是西裝式的皮衣 對啊 他這個不像一般的那什麼 拉鍊式 你不用勉強扣名 這ZARA買的 應該扣得起來 沒有關係 有多少錢 這是ZARA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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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ZARA買的 ZARA買的 ZARA買的 對啊 我想你比較貴用 好 來看一下 公司的牌子 這件叫多少錢 這件叫多少錢 不是啦 這件當時在穿的時候 說實在 買的時候七八萬 你們有看到嗎 我沒有看到 來 因為我有點忘了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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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是購 GENTLEHERMERS 我也忘了 這個是在百貨公司 專櫃才有 這件買多久啊 這件就快近20年 那時候我在做幕後 是做... 做紙片的時候 對... 看不出來耶 因為我每次都保養得非常好 我記得五年前的時候 有藝人看到我穿這個西裝式的皮衣 因為不好買 他要給我出價 你們猜看看他出多少錢 七八千塊 對 七八千塊 沒有 因為沙拉 還有沙拉 一八千塊 兩萬塊 兩萬塊 三九九 我們可能兩萬塊 可是這件外套真的是買得值得啊 因為你現在那麼多年後穿 還是很像齊 對啊 所以你要保持得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這個皮帶 這個大牛哥應該有欠過吧 什麼 這個經典 為什麼這個皮帶 這什麼皮帶 這個Dupont的皮帶 你現在還會用這個嗎 對...現在還會用這個 你在用Dupont皮帶 這個很老耶 以前我跟你講 還有那個Dupont直接把它放在這裡 真的嗎 賴打嗎 我今天有帶打火箱 1比1的打火箱 什麼 要拿好 D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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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容易生氣 D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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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經典東西就這樣 就一分錢一分花 一分錢沒花 你一一的話這杯也是很難 對 經典不敗 像我這一件也是二十年了 然後這一件 我要講一下 這一件是那個 羅貝卡卡巴里 羅貝卡卡卡巴里 不是卡巴里 生氣喔 這一件是那時候我要買 他說是 所以秀房 好看耶 這件 這件真的 它的腰身 真的很美 很好看 這件 然後你看 這件也大概十幾年了 我在美國看人家也這樣穿 然後那個鞋子也剛好 然後要穿那個靴子 對 穿鞋子 好美 這個那時候定價二幾萬 我也是買打折 還要十萬 還有阿湯哥 像這一種皮衣 然後各種顏色 就這種 Bike的這種皮衣 對 後面還有印花 這個都已經大概 十五五二 這個很有年代概 對 十五五 這個如果騎重機很適合 對 有鉚釘 你記不記得那個 Tom Cruise那個飛行外套 有 當時 然後這個你看 就算現在這樣穿 也不會覺得很過分 不是 但重點是 你這些經典很經典 但也要用身材 現在穿得這樣 對 你看 就是因為你身材 可以維持這麼大 然後像這樣 年輕時候的衣服 二 三十年還可以 完全都可以穿 這很小件耶 好厲害 這個十五年 所以我覺得 那個皮衣就是一個很經典 不賣款下的 真的 一輩子一定要收一件 好的西裝外套 我的皮衣 我的有一衣櫃 我的皮大概有三十件 三十件 對 三十件 我都是那個季節變化 然後就開始搭配不同的皮衣 過年穿紅色 那個心情好 穿桃桃 各種顏色都有 然後主婆的時候 也要穿紅色 過年頂紅包要穿紅色 皮衣很好搭 不過雖然我們今天的主題 經典 像這兩位都是經典 男朋友 沒有 三位 大家一共同一組的好不好 不是 不過經典 所以會變成經典 就是沒有被時間打敗 是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 好好地珍藏 這一些時代的保障 沒錯 我們要好好珍藏 你們這些沒有被老擊敗的經典 沒有被老擊敗的經典 對 然後要記得這個 嫂娜的經典大賞 大家要多多去參與這個活動 上去投票 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的 按讚內容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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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